看到包獎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氣球師Alan 我是Aso 我們今天呢不得了了要來開箱玩具 對這件很莫名其妙的事很荒謬 大家會以為你們是不是沒有主題做了 要來開箱玩具 其實不是不是 是這一個日輪刀呢我已經像中非常的久 它號稱是官方1比1的日輪刀 所以當我買到的時候 這個現在在網路上吵架應該吵得非常的高 所以當我買到原價的時候 心裡是非常激動跟興奮的 就是想趕快開箱給大家看 那既然我們要開箱 我們是個氣球的頻道 當然我可以只有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我們特別呢製作了一個角色來跟大家互動 讓我們歡迎刀將村的鋼鐵種 好我們來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哇沒錯這就來自刀將村的鋼鐵種 那這個日輪刀呢今天就來介紹一下給大家 來把日輪刀遞給我 哈哈 okok 差點差點把我插死 好這把日輪刀呢 首先講它是官方1比1的公式比例的 這把日輪刀呢其實一開始我在拿到手上的時候呢 我覺得好像有點短 因為它只有88公分 它跟一般正規的武士刀來說 其實它好像少了一截 那在兵器的這種說法裡面呢 有一種說法叫做 一吋長一點強 也就是說你的兵器越長越厲害 對不對 對齁 這個刀刃呢其實我自己本身滿喜歡 因為它只有300克 它非常的輕 所以它可以很輕易的做出很多 你要揮動斬擊的動作 這把刀呢最大的特色就在於 它有收入 它的刀柄只有收入 碳字狼的聲優以及很多的聲音在裡面 它前面的這個按鍵呢 用中指扣住的時候會有揮動的那種聲音 大家可以聽聽看 有聽到嗎再一次 對齁 對很輕鬆 然後在大拇指的這邊呢 它就會有碳字狼聲優的配音 它就是有很多它在劇情裡面的台詞啦 播給大家聽 OK 這句話的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 再一次 OK它在講什麼 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它除了這樣的效果之外呢 因為它只有兩個按鍵 所以它上面的這個按鍵 如果你常按的話 它會有紅蓮華的主題音樂 對 對 對 還是我們就這樣子 撥一下 拖一下 拖一下時間 對 然後如果你不想要呢 你就再按一下 就可以把它按掉 進入主題曲了 好 至少讓它唱一下 然後你在按的時候呢 它還是有聲優的配音在裡面 對 然後藉由 你把門開箱了對不對 對 就是你長按之後呢 它會有音樂 你也可以把它關掉 但是呢 就是說呢 它每一次在喊出來的聲音都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會有點吵 對 然後中指的部分呢 這邊雖然有敲擊聲 但是你長按之後呢 它可以有水之呼吸的聲音 這邊 有沒有 它講全集中了 然後隨著你每一下按 它都會有每一個招式 第一個應該就是所謂的水 蛤 第一個就是第一型 水面斬擊 然後特效好不好配個月 然後它就是第二型 砍到倒這樣了 好 那沒關係 這個有總之呢 總之呢 它有實質型 那我就不一一介紹給大家了 不然我覺得這樣砍它 就要砍非常的久 也就是 它後面就是會有這些 你在揮動的時候 會因為有聽到 炭治郎在幫你 旁邊配音 那個招式 你就會覺得 揮動起來好像特別的有FU 就是等於是嗎 流流舞 對 就是會因為有炭治郎的神油 在旁邊配音 你就會覺得很像揮動的每一個招式 都會特別的有感覺 特別的容易進入情境 這是它一個非常大的賣點 我覺得這個表現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為聲音沒辦法太大 它畢竟是靠這個刀柄收入全部的聲音 然後只有這個出聲孔 所以聲音小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把刀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是 它這邊刀刃啊 雖然是塑膠材質 可是它的黑色 兩個的顏色的漆面是不一樣的 它會讓你在視覺上的外觀 會有一種層次感 就這邊會有呈現出一個立體的感覺 對 總之這把刀呢 我真心認為 如果是做一個玩具跟鬼滅之刃的愛好收藏者 的話 我覺得這把刀是非常非常值得收藏 這把刀呢 其實也不貴 這把刀都有價錢 來跟大家說 OK 對 這把刀呢只要兩千兩百塊 其實真的是非常便宜 雖然現在在網上吵架應該已經變四千多塊了 不過 我覺得 這把刀 如果你非常喜歡鬼滅之刃的朋友 這把刀真的是可以收藏 對 它唯一的 兩個小小的缺點 第一就是說 因為它真的很輕 然後又是塑膠材質 所以它的刀刃跟刀柄在結合處的地方 會 會怎麼講 會有點 會抖動 就你們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它不像一般的鋼製 可以做到有點一體扯形的感覺 然後再來第二個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它沒有刀鞘 因為沒有刀鞘 你怎麼做居合掌 對不對 對就是沒有附刀鞘 對那 其實我非常喜歡日輪刀 然後之前呢 其實在官方還沒有出的時候 我自己本身已經買了小廠的 那小廠呢其實 對小廠呢其實有個好處 小廠就是低 小廠有附刀鞘 那小廠一定比較便宜嘛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這個有一個缺點就是第一 我覺得我那時候買小廠的時候 它的這個刀我覺得不夠寬 它好像有點太細了 就是 你看這官方的 我覺得這應該至少多了0.3公分 它就是比較細 可是它有個好處是 我這把是碳鋼做的 所以它在重量上面呢 它其實揮起來是非常的有手感 感覺啦 感覺好像 如果拿去開封是真的可以變五四刀的感覺 我那樣太危險了 對 它是非常有手感的 而且它也比 日輪刀 來了長一寸 我覺得比例上 會跟一般成人比較貼合 不過第一個它就是比較重啦 有手感比較重 就不適合小朋友玩 那最後呢我想講的是 其實鬼滅之刃裡面呢 非常少人在討論刀匠 可是我覺得刀匠在鬼滅之刃裡面 其實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你要想想看 那些鬼殺隊所有的刀刃 全都是刀匠打造出來的 對 我覺得沒有被討論是因為 大家對這個角色比較陌生 可是相信我後面一定很多人討論 因為它面具下面它其實長得超級帥 對 我自己覺得帥到一個不行 對 我自己本身呢 也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呢 我覺得跟我很像 就是都是很用心想把一個東西去做到極致 然後看到對方可能用得很好用得很開心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炭治郎兩次把刀弄不見弄斷 他為什麼那麼生氣 對不對 他就會覺得他用心這麼製作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把我的作品 把我的結晶把它破壞掉呢 對就是這個角色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我很喜歡他在最後的時候 爆一點點雷啦 他在最後的時候有替炭治郎做一把刀 然後做那把刀的同時呢 他其實被其他鬼攻擊 但是他也不為所動喔 他眼睛可能都已經被 對對對 反正總之他就是不為所動 不管受什麼傷他就是不為所動 好 那我今天呢其實非常開心 開箱這把玩具 我非常推薦大家可以買 真的 那也非常謝謝 鋼鐵種刀匠村的刀匠 包括這把刀送過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拍一些足隔動畫 來給大家看 好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呢 歡迎訂閱分享按讚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 跟採訪一下 詞咦 跟採消錶 最好的 來電一下 拍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